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开局武汉就打得如此凶猛 这也让阿兰达山有点无法适应 不过阿兰达山也毫不失落以连续中拳回击 因为对冰场面极其火爆 这也点燃了现场观众们的激情 接下来在面对武汉的猛攻之下 这也让阿兰达山无奈只能马上用出老霸动作 而后武汉一击凶猛的扫地将阿兰达山击退了好几步 比赛再开始没多久 武汉就猛冲上去将阿兰达山爆摔倒地 接下来被再次中击的阿兰达山无奈只能再次用出老霸动作 而后武汉一击接嘴塞将阿兰达山爆摔倒地 紧接着武汉抓住机会 以连续中拳将阿兰达山击倒 阿兰达山也险些被打出擂台 阿兰达山也惨到裁判强袭多面 接下来阿兰达山常召武汉以撤刹底暴踢 而后武汉以连续中拳将阿兰达山直接打们了 这一辆走路已经开始链架的阿兰达山再次敞到裁判前行多面 而后武汉继续展开凶猛的攻势 不过阿兰达山也在做着奋力的反抗 第二回合开始后 武汉以撤刹底再次暴踢对手 最终武汉抓住机会 以连续中拳直接KO对手 赢下了比赛 阿兰达山也被武汉这几拳直接打们了 全场比赛下来武汉开头就如同打风了一样 竟然将实力强连两个回合不到就三次击倒Q了 只能说这个传统大师才是货真价实的实力大师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强连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